有点以前的感觉了 真好 听早安 有什么想买的吗 嗯 真好 我来给大家看一个超级可爱的画面 你看谁在里面 你在这里面呀 你出来了 你看我拍你就出来了 你怎么那么可爱呀 幸好那盒子里面没衣服 我们在外面散步呢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钟 带衫可以出来走着 我们也穿散步 你看我穿的好暖和了 穿这种衣服了 今天纽约突然间降温了 好舒服哦 今天是周六的晚上外面很热闹 但是我们就没有出去吃饭了 因为到处都要排队 麻烦 今天晚上彻底有冬天的味道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就是从夏天变到秋天 我都会觉得那个冷空气特别的让人有回忆的感觉 你看这个是十一点钟的纽约 还那么多人 太厉害了 感觉纽约已经整个恢复了 有点以前的那个感觉 对 有点以前的感觉了 真好 纽约的这个地下热气又出来了 天气变冷了 冬天到了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纽约地铁口的这个灯特别像Pokemon吗 今天天气好好啊 最近这几天都是大晴天 大家说个早安 我要开始去做事了 早上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做我们的早午饭了 我们一般呢 就中午的时候就吃的会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最近都比较喜欢吃三明治 因为我觉得三明治的话就做起来比较方便 哦对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家最近买了两个就还挺好看的家用的电器吧 我还真的挺喜欢的最近狂用 我们家厨房这个有点太黑了 所以把它抱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那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北顶的一个烤面包机 我们家平时吃三明治的话那个面包不是都会需要你烤一下吗 然后前段时间我们都是用的那种火烤的就有一个架子 但是我是属于很难盯着一个东西去做的那种人 我就很容易把那个面包就烤糊了就很浪费 所以我就还是觉得要买一个烤面包机 然后来看来看去呢 我觉得北顶的这个就最好看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北顶的蒸炖锅 你看它也是这个颜色的两个人配上去正好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蒸炖锅也比较有用 因为我们两个平时喜欢就是蒸点什么包子呀饺子呀什么的 然后这个就很方便 我买的是它的这个两格的 它还配了一个这个炖锅 就它里面有这个两个小玻璃罐子 然后你可以炖两个比如说汤啊或者说做饭啥的 就特别实用 然后汤圆今天中午打算做一个冰糖雪梨 然后等会我就做一个三明治就好了 虽然跟我说叶子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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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晚上還要吃冬瓜蝦仁 好喝 又有點燙 好精緻哦感覺它這個小玻璃片 好喝這個不錯 而且感覺它這個量正適合我們這種 兩個人的那種 因為以前你燉燉那個一鍋感覺我們倆吃好久 感覺也不健康了 你下次吃不完 它其實反而這個量比較合適 最近美國的物價長得特別厲害 其實我跟湯瑋兒之前逛超市都不是屬於那種 會去看就是很明確的去計價格的那種人 結果最近都讓我們這種不怎麼計價的人 都很明顯的感覺到哇現在東西真的好貴 我就買這個C bus嘛 就是在 Whole Foods買的 我記得以前你去買的話 比如說買兩片那個魚肉 可能就二三十美金吧 結果這一次它就是拿給我的時候 看了一下它那個標價 五十多美金 我就 就兩片魚肉耶 真的現在物價長得好厲害 然後我們兩個比較喜歡在家裡做粉蒸肉嘛 所以我們經常買那個Pork belly 就是五花肉 就能有一坨一坨的五花肉 最早的時候我們記得 四塊九九 現在都有多少錢了 八塊九九了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美國很多那個米其林餐廳嘛 就變速食了 比如說我們前段時間去吃那個Eleven Medicine Park 它以前不是的 它屬於那種新美式 然後它的肉真的做的特別好吃 然後它就疫情期間關店了一年多 然後重新開放的時候它就變全速食了 我們就想的是應該是那個主廚 他比較想嘗試速食吧 結果我們前段時間去吃了之後 其實還挺失望的 因為本來Eleven Medicine Park 是我們覺得吃了紐約的這種米其林餐廳裡面吧 我們覺得最好吃的 綜合體驗最好 對綜合體驗就特別特別的棒 無論是服務啊 然後餐食啊 然後胃口啊 就口味啊都特別的棒 結果上一次去吃了之後呢 就怎麼說呢 服務還是真的特別好 但是就我覺得他們不太會做速食 我覺得速食還是要吃亞洲的餐廳的 上海的福和會 是吧 我們上一次回國去上海吃那個福和會 好好吃 魚可以起鍋了 這個魚也弄好了 我們倆做飯真的就是越做越多 湯兒又把它之前買的這個和牛拿出來弄了 就和牛你把它切開了之後裡面夾了蔥是嗎 夾了大蔥 就我剛剛弄那個魚 剩下一個 他要用噴槍給這個加個熱子 你都可以出去開餐廳嗎 我們家也太太高級了看這個飯做了很難 我覺得就年齡大了點了吧 就越來越發現 按照季節吃飯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你按照季節吃飯的話 你的身體才不會容易出反應 比如說像現在呀就特別乾嘛 那如果你不做那種補水呀滋補的話 那身體真的會由內而外的乾 我現在要開始卸妝了 我發現我從來都沒有跟大家錄過 卸妝 這個眼唇卸妝液我記得我在三年前就跟大家分享過吧 就我那段時間的瘋狂是各種各樣的眼唇卸妝液 那我當時最喜歡的呢是Chanel的那一瓶 就既溫和又好卸 後來用到這一瓶之後發現 跟Chanel的那一瓶整體的使用感一模一樣 但是它的價格就還挺便宜的吧 就基本上是Chanel的一半 敷一會兒 不知道這個音能不能收進去 你們能聽到這外面有那個摩托車的聲音嗎 我真的覺得曼哈頓好吵啊 關了窗子就還好 但是你只要一開窗 開陽台門這個超級超 給大家看一下兩邊眼睛的區別 是不是今天要大不少 眼睛卸完之後呢我會用這個 我買的超大罐 我還有這麼大一罐 壓力很大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用得完 然後接下來呢我會用水 把這個臉弄濕一丟一丟 然後會用我最近特別喜歡用的這個Lancer的磨砂膏 我之前買了一套嘛 其實這個洗面奶我之前就單買過的 然後這已經是我的第二罐了 然後後來呢我就被種草了 它的這個磨砂膏 就聽說很好用來著 然後我都選擇的是乾皮的 更溫和一點 然後你洗完之後它會更保濕 就它這個磨砂膏長這個樣子的 等一下看一下 像我們乾皮的皮膚 你會發現一般這個地方都會偏向比較薄 比較敏感一點嘛 那這個地方我通常呢就是用的會比較少一點 我比較喜歡用在我的這個下巴的位置 這個地方是最容易長B口的 而且這個Lancer是一個美國的小眾品牌 然後我最早本來想買的時候 還去網上想搜一點就是有它的反饋什麼的 就在華人圈子裡面還不是特別的出名 但是我在外網搜的話都口味都特別的好 現在洗完了 一周我只會用一到兩次 就切記這種磨砂的東西的話 就千萬不要太經常的使用 然後通常呢我只要用了這個磨砂膏之後 其實我就不怎麼會去疊加這個洗面奶了 也是完全不會拔乾的類型 因為我其實現在手頭上還有其他的洗面奶 也是屬於那種不拔乾的吧 就比較適合乾皮的 但我就有兩個一起使用有一個對比嘛 我就發現Lancer的這一款 真的完完全全不會拔乾 它的質地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它是屬於那種氨基酸的洗面奶 我當時買的時候就看了一下它的整個成分 就發現它除了是氨基酸的洗面奶以外 它裡面還加入了那種保濕的成分的 比如說像那個燕麥提取物這種 都對乾皮比較好的 你洗完的時候都不會拔乾 然後他們最近PR聯繫到我 還給了我一個折扣碼 如果要買的朋友呢就可以用那個折扣碼 我會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到下方的信息來 好的接下來護膚 我最近護膚還挺簡單的 就用這個果酸水 那最近不是在換季嗎 找C1A呢我基本上就停了 就不是說做全套了 因為換季的時候皮膚會比較乾比較敏感 我想等它在我定的時候 再開始比較有規律性的找C1A 我用的眼霜呢 其實還是之前和大家推薦過那個柏萊雅的眼霜 接下來我就會直接上面霜了 我最近其實基本上等同於是極簡護膚吧 用的就是這個C1V的紅罐的 就紅罐的這個呢它是比藍罐的要更保濕 然後更滋潤可以止癢的類型 我把它搓熱搓成這樣 然後我的臉上 這個真的就是我最近可以讓我皮膚不乾的一個神器 我突然間想起來 我們今天出門的時候呢 他們說他要去聞這個香水 就是品牌是Fredberg Mellie的 然後我們就買了東西 他聞完之後我覺得那個香水味道挺不錯的 就給大家講一下吧 他買了一瓶這個 名字叫啥你自己說 我不知道那個發音 叫劉德威爾 劉德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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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成英語的話其實就叫Winter Water 然後中文的話其實就是冬之水 就是冬天的水這樣 嗯 就這瓶香水我感覺就還挺清新的 我覺得算Fredgeret Mellie他們家的比較清新的味道了吧 他是在Light的那個地方 我覺得他帶了一點點色香的味道 嗯 對吧 因為我現在還不錯哦 一聞都聞出來了 買了一個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在那裡聞了之後我覺得還不錯的 就買回來了 是他們的一個香薰 我最近就是從降溫開始吧 就特別特別喜歡香薰 就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都要點一點香薰 點到那種我很喜歡的味道吧 就真的是能讓我放鬆的耶 我以前不覺得香薰能讓我放鬆說實話 結果後來發現我是沒有點過好聞的 哇這個打開就讓我回到了Lasa 回到Lasa 這個味道我當時在那聞的時候呢 我一拿起那個玻璃罐子 我一下子就驚豔到了 這個味道就是Lasa那種味道耶 它有那個藏香 就是如果去Lasa的話 你去到他們那種寺廟 就可以聞到很濃郁的藏香的味道 好吧我今晚上要點 就突然間想起來今天買了這個東西 就跟他說一下 HELLO 大家好看到我憔悴的臉了嗎 你看我這個黑眼圈太絕了 好久都沒有那麼那麼深的黑眼圈了 主要就是我前兩周 我在錄視頻 他們問我在幹嘛 主要是我前兩周 連續兩周還是三周吧 每周都跟兩支視頻 然後都是那種穿搭 特別特別大量大工程的視頻 所以就給我雷成這個樣子 今天呢要來一個蘇州園林逛一逛 就是屬於那種中式園林的風格 然後是叫寄信園 就是寄呢是寄託的寄 信呢是高信的信 我們倆現在找不到這個寄信園的入口 它就在這裡 但是我們看到的門全是鎖上的 愣是沒找到它的入口 真的是太蠢了 紐約的葉子也黃啦 好漂亮 跟我今天的穿搭顏色分色 小米飯 吃不食べ 最後一天 都餵了 然後你把這個面子 Holliisle炒了 就是不是很香 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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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次 把一個懸吞 在外面給我們擦床子 就是覺得床子好髒 昨天下了雨 脏了之后就感觉没有那么漂亮 你看好专业 好专业 阳光好好呀 今天出门了 首先先要是去办个事 要去美国的车管局 这边把我们的驾照 和车子的 注册信息改成纽约 我们其实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搞 因为现在预约的话还挺麻烦的 就要等很久 今天又去把它弄了呗 今天又像夏天了 但我还是把我的毛绒绒的小毛衣穿上了 因为这件衣服真的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想把它穿去拍照片 因为今天要换驾照嘛 那那个照片的话应该是会重新拍的 所以你看我就是把妆化得很好的 然后穿这个毛绒绒的衣服去拍照 看我的结毛真的有大不少 我们今天居然意外的在工作日 找到了街边停车位 这种时候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 可以省钱 遇了一只街边的小妈 她也转过来看看我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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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预约的3276 3276 3266 3266 3266 4266 4265 4266 426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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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6266 5266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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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26 526 526 626 626 四季福音战士 有朋友看过吗 我没看过 我等不起 太贵了 这500多块 就是收割蓝韭菜的 收割韭菜的 应该只有男生看过吧 不厚道 他这个地方不敢厚道 他质感很差 你看这件衣服也是他们合作款 你看后面这个绣 这个叫什么叫绣花 你看这个皱皱巴巴的 不能接身 这我看得像是那种urban outfit的质量 1700多 1700多美金就是这个质量 这衣服穿上会不会有点凉 好胖 这个感觉会有点险矮 我看到了Jirrander的枸杞包 感觉一点都不适合我呢 感觉我庞大的身躯背了一个十分秀气 有娇小的包包 我背就不太行 但好好看 这部皮还挺软的 但感觉比较容易有花痕 这里都有一块花痕 我看到了我的两件小背心 Marlinser越来越变态了 他居然开始卖内裤了 你看这边男士内裤 绝了 他们真的很懂大家的需求 Marlinser越他没有出皮裤 就印了他们这个月亮logo的皮裤 但你看他的版型 我肉眼看就不行 你看他这里有一个分割线 这个就是有点代表你小腿的那种分割线 你穿上的时候 因为他的整个分割线比较低 就会显得你的小腿特别短 你看这样看的话 你小腿真的好短 就穿上的话 就会显得人比例不好 这就是比较挑人的版型 来看看这件衣服上身 来看展示一下他的魔力 Hello 绝了绝了厉害了 这是什么气孔吗 不知道 我还是炸个镜子 你好像个外星人 好紧哦 今天是大头碰壁的一间 大头买帽子就是这种情况 你看这包的太紧了 就是显然倒的特别大 很丑 对 对对对他们对对 一下子就转成日本风了 这个毛衣也很可爱 人是日本女生 你看这个裙子的光泽好美 我们过来买这家的泡芙了 汤儿想吃这家的蛋挞 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 他们不是每天都有的 然后我就让他顺便帮我买一个 二零贵的泡芙 买好了 你好了 你买了什么 我们回来了 然后我换上了我的家居服 最近汤儿在看那个什么来着 昨晚看那个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他今天就一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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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有点不好意思 你来看一下汤儿今天 在那个 买了一个这个 可爱猪猪 啊哈 跑夫 跑夫 嗯 外面也太太太太太美了 因为今天有乌云 就感觉是这个乌云 黑压压的压下来在这里呢 又有一道的亮光 不错 Darky 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吗 哎呀哎呀哎呀 小超狗 小超狗 好 musi 是 世 Easy 你 你 啊 你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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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